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儿老师 乔儿老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几套有趣好玩的教材哦 爸爸妈妈在购买教材或玩具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以下的困扰呢 第一,我们所购买的玩具或教材 完全没有办法吸引小朋友 小朋友连瞧都不瞧一眼 第二,我们所购买的玩具或教材 太过简单了 小朋友很快就学会了 但也很快的就玩腻了 一点都不具挑战性 第三,我们选购的玩具或教材 太过困难了 小朋友在操作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之后就选择了放弃 再也不碰那一套玩具了 相信部分的爸爸妈妈都有以上的困扰 其实呢,我们在挑选玩具或教材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考量的是 小朋友目前处在哪一个儿童发展阶段 不同的儿童发展阶段有适合他们 相对应的玩具或教材 还有游戏哦 当然,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独特的 有的小朋友学得快 有的小朋友学得慢 这都没有关系 只要家长可以掌握 目前小朋友处在哪一个阶段 就OK了 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要介绍什么教材吧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日历游戏书 这是一张日历卡 上面已经贴上了今天的日期 其实它有很多的小配件哦 像这个 这是年份与日期 我们提供了到2022年的卡片 这些就是日期 可以把它填到我们的日历卡上 还有天气 可以选择今天的天气 今天是晴天 把它填到日历卡上 嗯,这是关于星期和月份的 像现在是4月 已经把它填到这里来了 今天是星期几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有三个格子 分别是 昨天、今天和明天 主要是让小朋友学习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是不是有发现 小朋友每一天都在说 昨天,昨天妈妈怎么样 昨天爸爸怎么样 但是其实那些事情 并不发生在昨天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训练小朋友了解 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哦 像今天 今天是星期三 昨天是星期二 那明天呢 明天会是星期四 所以这里其实就按照顺序去排列 小朋友就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推算 昨天、今天和明天 到底是哪一天 还有心情的卡片哦 今天心情怎么样 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兴奋 那你觉得今天的气温怎么样呢 好热哦 大太阳的好热哦 就贴到这里来 这样就完成一天的日历啦 所以每一天都让小朋友去更换上面的内容 让他们了解每一天 一天的结束、一天的开始都是不一样的哦 这个游戏卡呢主要就是让小朋友认识 今天、明天、昨天、还有之前、之后 和现在的概念 所以这是利用一周七天的这个 让他们去玩 像是如果今天是星期五 那小朋友你知道昨天是星期几吗 快找过星期五 星期五在这里 那昨天是 是星期四 把它贴到这里 那星期五嘛 星期五 明天呢 明天就是星期六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理解 昨天、今天、还有明天的概念 同时也让他们去熟记 从星期天、星期日 一直到星期六的顺序概念 当然也可以玩之前、现在和之后的游戏 星期五 那之前是什么 是星期四 之后会是星期几呢 是星期六 以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更容易清楚的明白 这一些抽象的概念哦 这就是日历游戏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如果你们对于这套教材 该怎么教小朋友 还是有问题的话 也能够私下来询问我们 来PM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的教 你们该怎么去教小朋友 运用这一套教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 下一次和老师讲会介绍 更多好玩有趣的教材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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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